我剛才很尊重的 現在高檢署可以解密 那這個要求我並不是說為了這個特別會 我是要求說是不是就公開這個調查報告 因為高檢署解密之後 因為調查局的本來就沒有加密 那你法務部是不是可以公開這個調查報告 對我們已經協調高檢署他願意解密 解密有一道的程序 沒關係啊那就解密完 對對我解密完一定會處理 那你解密完 你是不是你要不要公開 現在大家都在看你 因為你現在對不對 你現在也是要做一個處理 那這個是你展現你的態度很好的機會 我們一定會處理 教育小組會處理 教育小組已經成立了 所以到時候 要公開啦 部長 真的 我們就集中到預算來 好 273出案 改書面 改書面報告這樣 好 店長297是不是跟昨天那個警政署一樣 就是半個月 好不好 看過 看過 297 就看你們 這個 欸 你有人人警政署 就是人家半個月就會交出一個調報告 警政署意思 都沒有提出過報告 我已經提出過了 對啊 但是你提出過你都要給別人看 那就是解密 那加密 那是高檢署加密 加密之後 加密之後要送來嘛 可以嗎 這合理啊 等到釣業小組成立也只能要出力嘛 好來 為什麼要等到釣業小組 你都已經有調報告了 297 297就是文書修正嘛 你看要怎麼修正 就文書修正通過 好 好 就 原來就有 你要壓個時間 跟主席報告下 原來就有修正說要改為 六個月書面報告 六個月書面報告 那這樣 那如果說你們要半個月 那就要跟蔡 就說至少也要尊重一下部長嘛 對啦 六個月 那這樣 就六個月 就文書修正通過 298 好 隊長我有301-1 我有301-1-2-3啊 沒關係 那剛才我們司法委員會也是這樣處理嘛 不要不要 因為你這個都跟特別會有關係 對啦 我表示意見嘛 現在像這個羅隆前 對不對 你那個火速 火速 退休 對啊 部長 那不是我啦 我知道那不是你啊 我當然知道 我火速退休 所以我很尊重你嘛 我現在就是說 很期待 烈浪 可以後後來 策卡這件事情嗎 好那個喔 團眾 都要保留 那其他的 我們第二 第二 第二 另外一個是那個 五五法則那個喔 其實 很多基層的檢察官都希望說 部長 公布所有的 涉案的人嘛 因為你畫了一個五五法則 齁 吃五次啊 五年要襯衫 那 大家還是會覺得很奇怪啊 現在隨便一個 這個 清潔隊員 把垃圾桶帶回家 兩百九十八塊 都起手 起手了 又 這個破形耶 就貪污自罪條例耶 那之前部長你也有講過 你不要讓這個 檢察官出庭 立庭的時候 生手機仔嘛 生手機仔 看不清楚 這樣不行 那你那時候 你也是說要延辦耶 所以人家現在基層檢察官很不平啊 剛剛說 那為什麼要 這樣的 切割 齁 那公園倫理規則裡面 也沒這樣規定喔 沒這樣規定 你那五五 五五法則這樣不行嗎 這我申明一下好不好 好好 那請說明 所謂五五法則齁 這是我申明這樣說 為什麼五五五次 這個收襯衫 或五次的飲驗 是因為按照監察院要我們 要我們提出的調查報告 我是依照他的要求 而定定這樣這個 五次 有收襯衫 五次有飲驗 但是咧 如果跟案件有關的話 一次都不行 我們都練進去啦 對 或是有買股票的 也是一次都不行 所以 沒有 沒有 但是 如果跟案件無關的 對不對 跟 可不可以說他沒有辦到 他的案件嘛 但是基本上 他也接受不當的飲驗 然後接受 這個襯衫等等之類 你也要公開嘛 不然人怎麼會知道是誰 對啊 現在大家認為說 涉案的檢察官就有五十位嘛 好 那區總召 你的意見就齁 蔡部長你就參考 區總召的意見 你蔡部長盡量要重視啦 好不好 你真的要去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 其實人家真的是覺得說 應該要去嚴厲的去徹查 那我們現在 預算就告訴大輪多 謝謝蔡部長 請問 剛剛執行署 執行署太太 執行署 部長 那等一下 那我要跟高檢署 檢察長講一下 為什麼要加密啊 你要跟大家說 331之1跟2 為什麼要加密 對啊 這樣不然的話 部長背黑鍋啊 對不對 檢察長你要講一下 這說明一下 因為 我們是依照這個行政院 文書處理手冊 第八的文書保密的 第五十點 就一般公文 這個密 機密 這不是國家機密 這是一般公文的機密 我們在為了保護 一般文書傳遞的安全 所以我們是內幕行政的一個密件 我們 好 好 請靠近一點 好 好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是依照這個行政院 文書處理手冊 八文書保密 第五十點 一般公務機密 他這設定是為了公 一般文書 傳遞的安全 我們 抬高檢調查之後 我們為了避免說 我們這收發 收發或是一些公有在傳遞的時候 把內容洩漏出去 所以我們交給這個法務部 那這個 這個 這個隨時 我們承判人只要同意的話 就可以解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個 這一本週之內 我們應該就依照這個 行政院的文書處理手冊 可以把它解密 所以我們本週 就可以解密 對 我們依照這個行政院 那你們要不要公開啊 那我們當然 調查報告都不給人家公開 對啊 我們解密之後 因為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個案件 齁 翁茂中判了之後 台中高分卷沒上訴耶 8年判無罪之後沒上訴 沒上訴 沒上訴 那個判的時候什麼時候 103年5月21號 天啊 7天之後 那個檢察長 調到台高檢 你們自己知道嘛 你有沒有覺得 這樣沒問題嗎 碰八年之後 這個碰沒多之後 一禮拜裡面 對不對 台中高分檢檢察長 調任台高檢檢察長 跑去 對啊 他這沒有問題 我們還是回到預算 沒有 但是 講一下就好啦 那再讓高檢署檢察長 都來了嘛 那你再回答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不用上訴 回到預算 回到預算 好了 回到預算 好了 回到預算 好了啦 齁 好 回到預算 這你講不會過啊 你明明知道啊 對不對 螺融前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馬上讓他 提報 退休 火速咧 光速咧 你現在光是要解密 都要搞這麼久 對不對 9月9號 監察院公布調號報告 隔天9月10號 他就跟 高檢署申請退休嘛 齁 然後火速 四天後 馬上 退休啊 有啊 好 那請他 你說明一下 那我們就回到預算 好 謝謝 感謝這個委員這個垂巡 我也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 我們 這個 羅 羅參世 他這個 他這個 夫妻喔 間諜情深 他的夫人 有羅患重病 另外一邊他送的這個資料 這個證件都相當完備 那當時他也沒有刑事案件 當時喔 他也沒有刑事 懲戒的案件 所以我們就一規定喔 送到程序部喔 程序部就核准了 就這樣 謝謝 不是啦 你當時知道說 他在跟這個 翁茂中 然後跟檢察總長吃富豪宴 然後還 陪同出面去喬這些土地的事情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那時候你早就知道了吧 好 謝謝邱總召 麻煩你 我們就回到預算喔 因為我們今天是預算的協商 好 那這個 檢察長 那個 邱總召的意見 我希望你們都重視齁 都要重視 好 那我們就回到333案 333 增累 增累4千萬 賴 賴 賴委員 阿爾想請局長回答一下 好 361-1 因為你做了一個調查報告 結果我才24夜 結果被監察院退毀 好 313 然後 我真的是覺得說齁 你這個 已經弄出一條人命喔 你這個 你這個 秦台聲已經弄出一條人命 結果你們是這樣來處理 全台灣人的眼睛都在看啊 看你怎麼做這個調查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給大家 一個交代 跟委員報告 歐明一下齁 稍微一下 我想這個 因為我們 裡面所設計的人數 跟釋法院那所設計的人數 是不一樣的 慢慢靠近賣窟窿一點 所以大概也不能從那個 報告的夜數的多寡來決定 調查的這個情形啦 那我們是針對我們 同人有涉案的部分 我們都有經過調查 那其中有一個誤會就是說 監察院認為說我們的調查 有矛盾 一方面認為秦台山沒有涉及到違法 二方面又移給地檢署 那這個部分我必須要做說明 因為我們 調查單位沒有案件的偵察權 偵決權 所以我們調查以後 我們認為他 沒有涉及到刑事的責任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移給 地檢署檢察官去做最後的審任 如果檢察官也同意這樣的結果 那才會是最後的定案 並不是說我們調查局做的 初步的調查報告就是結論 刑事案件過去在貪污案件都是這樣 你這個說實在的啦 已經搞到這樣的地步了 然後你還可以說 他好像都沒有什麼事情一樣 刑事的部分啦 一個可轉和定存單的問題 可以搞到最後變成是一個刑事案件 我覺得也是很厲害 那你的劃定的標準也是這個五五法則嘛 對 好 好現在我就來先 過那個主決議喔 好 那個313